梅子不幸发生车祸 由于方子昭的真诚感动了袁伯涛 所以袁伯涛支持方子昭与梅子 于是他们俩做了小本生意 从树康有了高定昆的赏赐作为后盾 他目中无人地逼退了萧静 篡夺了准备 萧静被弃得救急复发终于离开人世 蒋玉楼看不惯从树康的作为 决心与树康分手 你可不可以帮我弄这个 蒋玉楼任何人观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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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冲公馆 请等一下 先生 人家电话 好 喂 爸 什么事 好 好 我马上就等 爸打来的 爸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我现在马上过去 你吃饭我走了 舒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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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这一次立法行政局委任议员的事情 我已经提名你为候选人了 以后该怎么做大家看你自己的了 坐坐坐 这一次能够顺利的进入政坛 全靠爸的大力建局 爸 我一定会努力表现 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样我就放学了 哎 最近公司的营运如何 自从我接手联光之后 我的扩展是多方面的 像地产 酒店 还有贸易 我多少都有一些涉猎 还好我们的资金足够 立法局的人际关系也好 所以所有的营运还算正常 您做得很好 对了 我听市场上的传言说 环球最近可能要停牌 这消息正确不正确 我已经接到消息了 本来想部署好了再向爸报告 没想到您的消息比我还快 哈哈哈哈 你既然知道了 相信也知道该怎么做 以你的能力 跟你的才智 我想收购环球是不成问题 您放心 等我收购环球之后 绝对少不了爸的那种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你真是我的好女婿 我没白疼你 哈哈 来来一块吃早点 老汉 进来一下 请进 董事长 找我 宣布下去 全面收购环球股票 董事长 环球股价这么高值得吧 很值得 你看着吧 很快就要宣布停牌了 消息可靠 绝对可靠 环球在大陆有很多合资生意 包括酒店 绑绑织厂 还有石化工业 我想它的基础非常稳 可是董事长 你有没有想过 九七大县将至 所有香港人 包括环球股 对大陆政绩都没有信心 他们纷纷撤着 我们反而栽进去行 有了 你光要放人 我对大陆的市场 非常有信心 这次的收购行动 绝对是最有效的 只要收购成功 我们就可以一举夺得 基础稳固 而且营运不错的企业 为我们九七大陆的市场铺路 永汉 做生意要有远见 这点你要多多学习 是 我立刻去办 好 永汉 外面的情势怎么样 市场上有3%的股权 在散户的手里 另外有几个大户 共同拥有8%的股权 那剩下的5%呢 在蒋玉楼的客户手里 最近有没有跟蒋玉楼联络 偶尔天见面吃个便分 能不能帮我个忙 董事长是希望我去求他 就是说我请他帮这个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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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工作起码可以接触人群 就算是喂无动米折腰 也是乐在其中 谢谢 只要你快乐就好 不过今天我找你出来呢 主要是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你该不是也来当说客 邀我手上那些大货的股票吧 不不不 玉老 你也说过的啦 实军之路 单军之忧 不过这件事情呢 我很难开口 你曾经跟崇树康 永瀚啊 坦白说 我希望你也不要介意 我跟崇树康的恩怨是一回事 可是我的客户要赚钱 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呢 向来也是恩怨分明 只要价钱到了 我也会代替我的客户出让股份 绝对不会为了不成全崇树康 收购环球股份 而谋杀了我的客户赚钱的机会 玉老 你真不愧是女总长 好了 你也别夸奖我了 不过我只有一句话 价高者得 这是我向来在上眼伤的原则 所以我也不能够保证 一定能够给你环球的股份 不 玉老 你的任何决定我一定要尊重 毕竟你公司要养人呢 我总不能让你做吃亏的事情 好了 公司聊完了 我们可以聊聊私事了 如果纯粹只是老同学的聚会 我们下次再约个时间好好地聊 我公司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啊 我热烂 我认为有点儿 我 我是 所以凡事你都要谅解一下 爸 我是你的女儿 为什么你老是帮树康说话呢 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你不是在为我选招吗 而是在你替你的世界找合伙的 怎样 不是爸爸要说呢 这个女孩子出嫁就要以夫为贵 不要有太多的怨言 你看 在家的时候爸爸把你捅成个公主 出嫁了呢 就变成了皇后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爸 爸 你什么事急着啊 我女儿心天心情不好 我要因你这位 这女孩子你要懂得安抚 我女儿心天心情不好 我要因你这位 这女孩子你要懂得安抚 跟她好好地谈谈 爸 术刚 今天的事情 你要给我负起完全的责任 要不然我赢你失费 你 然后 你怎么说 你怎么打开 现在再接一拳 我现在 registered 你照着什么 你照着这个 我照着这个 我照着这个 五个月 我照着这个 我们的婚姻 这些人 結婚這麼久,你不覺得我們之間的感情很淡薄嗎? 婚姻本來就是這麼回事,難道眼愛幻想有很多浪漫嗎? 我覺得我一點都不像是你的妻子 在公司,你有女秘書 回到家裡,有女傭幫你燒飯洗衣 我這個做妻子,卻一點忙都幫不上,我算什麼了? 我告訴你,我在你爸爸心目中的地位,比你重要的 坦白地說,高定坤可以沒有你這個女兒 可是他絕對不能沒有我這個女婿,懂嗎? 蔡元,我看你是太無聊了 不如生個孩子,有了孩子,你就不會胡思亂想 不,我不要生小孩 懷了孩子,會使我的身材走樣,變成了大肥,你就不喜歡我了 怎麼會呢? 蔡元,我雖然很忙,可是並不表示我不愛你 愛情固然重要,可是如果沒有麵包做基礎的話 又怎麼能去談愛不愛的事呢? 蔡元,你要相信我嗎? 你相信我,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的 以後呢,就不要到爸那邊去煩他 老是讓他為我們的事情操心,好不好? 好啊,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明天陪我去逛民店街 聽說從巴里來了一批新莊 嗯? 好啊 好了嗎? 好啊 我出發了我,我不能看過我的理工 你怎麼說她僅僅是我的女兒 你總要抽出點時間來陪陪她 是 我知道 台灣首富袁伯濤他的繼承人 來港邀請這個 香港的政商兩界的人士 他在周末 要在他剛買下的山頂巨宅驗客 剛剛送來的帖子 你看看 原是繼承人 我記得幾年前 袁茂涛的妻子兒女 在一次空難中好像上身了 袁茂涛本人 倒跟我有過幾面之緣 可是她的私事我就一點都不清楚了 這回聽商業界的人士講嗎 她的繼承人是一個女的 而且還是個美人 台灣女人也學著趕時髦 想當女強人 不過這一次 她所邀請的都是政商兩界的名流 聲譽差一點的都不再邀請之列 區區一個女人擺這麼大的陣仗 會面太狂妄了吧 你別小看那個女人 她在台灣商場沒有幾年 可是她現在的才勢 居然跟我高市企業的不相上下 這樣的人物 岂可忽視 怎麼 你不想去 爸的意思 饒舊 你如果不去 怕商場敏感 認為你們連光不夠分量 不再被邀請之列 也好 我就去看看 你看這個女人是怎麼個三頭六臂 我愛你 吃飯 你看這套衣服好不好看 好不好喜歡啊 女人都喜歡她的 你喜歡就買什麼 我們一起買 你不是要來買一碗爺爺的衣服嗎 好 小姐 請問你們老闆呢 在裡面 哦 嗨 從夫人 鳳姐 好久不見了 另一批新的時裝 看看有什麼喜歡的 這套蠻好的 不好意思 這套衣服已經被她訂走了 我逛了那麼久 好不容易才看上這一套 那明天元氏的晚宴我穿什麼呢 這麼巧 用這套衣服就是你要敷衍的晚宴女主人 台灣元氏集團的製成人 哎呀放心啦 宋夫人 你們還有些新貨 我帶你去看看 嗯 舒康 我進去看一下 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Tracy Tracy 小小姐 我叫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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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樓 好久不見了 你怎麼在這裡 我被踩人買衣服 嗯 我被踩人買衣服 最近好不好 好不好 因你現在的地位 早幾個人不打聽 她不早就把我的近況 打聽了遼路指掌了 我現在看了那間小小的這卷行 她的規模雖然不能跟當年的臉光相比 不過我活得很快樂 因為我足在我自己 我不必再養人面 也不會再聽人之聲 她的規模雖然不能跟當年的臉光相比 她的規模 雖然不能跟當年的臉光相比 她的規模 明天原室的晚宴 你回去吧 陳門原室女主任 看得起我 下了張鐵給我 不然像我這種無名小卓 怎麼有機會去參加這麼隆重的晚宴呢 你說是嗎 斯高 你进来看一下 我进去一下 不可以 今天原家的晚宴场面一定很隆重 苏康啊 你帮我拿点主意 看我穿哪一套才好好不好 你快一点好不好 现在才六点不到啊 青年上不是写的八点入席吗 七点的鸡尾酒会 现在还早呢 你就不能快一点 我先下去 苏康 等等我啦 我先进去 苏康马上出来 想要快一点 是 我自己来 苏康 你看我穿这样可以吗 就凭你是我崇苏康的老婆 用得少打扮 就是因为啊 我是你的妻子 所以我才打扮得更漂亮啊 好 上次吧 嗯 蒙总 你也来啦 我们还以为你不来 我坚持所以来 我坚持所以来 是想看看台湾原始企业的继承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知道 崇先生一直想得到环球的控股权 现在台湾的原始也带震 这下可好了 这场农争苦涩是在所难免了 好啊 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 大家都中国人嘛 谁取的控股权 还不都一样嘛 对对对对 都一样 都一样 先生 你这英雄啊 爸都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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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对不起各位 我有两句话要跟他讲 行 行 行 好 什么事 听说原始跟日本讲和 直扑环球而来 我看他是志在必得 来世兇事 爸 别担心 他不过是个普通女子 能有多大粉丝 再说 他又不是有三头六臂 他怎么敢公然的过海抢她呢 哎 各位我先走一步啊 好 来来继续 快 继续快 ход ranged 好 回来 各位来宾 麻烦欢迎今晚的晚宴女主人 也就是台湾原式继承人 方芷昭 Toy 謝謝各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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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高貴 這個真好 花費的漂亮 是你 是我 周知康 我回來了 至少 欢迎你 丛佛人 你比照片中还要动人 也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 今天能够认识你 是我的母亲 方小姐 你真是太客气了 不 我说的话可是真诚了 谢谢 小姐 你好漂亮 我今天赞三年了 小小姐 小小姐 接你的丽玲 是我无限的荣幸 真的很开心 能够看到你 你这么说就太客气了 能够参加方小姐的晚宴 才是我的荣幸 恭贺你今天晚上的晚宴成功 小小姐 丛夫人 这两天我刚到香港 可能忙一点 事不过两天有空的时候 两位陪我喝喝茶聊聊天 好啊 好啊 当然 好啊 当然 帮你放着 我看你一整天 我看你一整天 都在开那个放着车 你是不是觉得他 她比我漂亮 我看你一整天 都在开那个放着车 你是不是觉得她比我漂亮 是嗎? 光憑你剛剛說的那幾句 膚淺幼稚的話 今天晚上所有在場的女人 就已經把你比下去了 又何必定是放肆招禮 蘇康,你怎麼可以說我膚淺幼稚呢? 既然你知道我有這個缺點 當初你為什麼還要娶我呢? 我承認我不像方小姐那麼懂事故 那麼事大體 可是我為了今天的宴會 我還特地精心打扮了一下 希望可以幫幫你的忙 給你撐點面子 沒有想到你還怪我 你能幫我什麼忙? 你只要少過問我的事 就算是對我最大的幫忙 記住 沒有一個男人希望她的老婆 是個啰嗦的人 師哥 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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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胡經理 黃佑來 幾點才沒來 家一來馬上見,是 进来 董事长找我 怎么那么晚才来 我先到股票交易所去一趟 才回来的 外面的情势怎么样 大货的3%的环球股已经掌握住了 剩下的15%呢 那要看高先生那笔资金什么时候可以拨下来 一会儿我到我岳父那边跑一趟 蒋鱼楼那边 那我再去跑一趟好了 哪位 请到进来 请进 方小姐 请 谢谢 方姐 你好 请坐 谢谢 方姐要来怎么没有通知我一声呢 我好逼接你啊 不瞒你说 我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特别来跟你说声谢谢 您这么讲就太客气了 城邦方小姐看得起 能够参加您的晚会 才是我的荣幸 在香港啊 我早就听说 蒋小姐您做事情的态度 公司分明 而且我非常的重守承诺 所以我想 我也不需要说什么客套话 今天我来 是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好说 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 可以做到的事情 绝对不是问题 您就说吧 那我就看文介绍 也是说好了 我希望蒋小姐 您是不是能够 把你手上的客户 所拥有的环球股份留着 因为呢 我想你最终的收购价 再加百分之五十 跟你认购 你觉得怎么样 方小姐这么做 是想公然向灵光挑战 争取环球的控股权 没错 方小姐 我想提醒你一点 崇树康康是个 绝顶聪明的人 在香港是有名的金融怪姐 你又若是跟他交手 我恐怕你会吃亏哦 非常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我想 有些亏我愿意吃 而且呢也值得吃 这样从双这个人 好像也太顺心了 有时候呢 我觉得他应该有资格 接受一些不称心 不如意的事情 而且不需要任何人 来替他操心 你说对不对 你当时对他的视线 辽落执障 我相信你绝对 是有为了来的 其实 我觉得你不要罚我 因为对于曾经 跟我交手过的人呢 我会让他吃亏 而对于呢 支持帮助我的人呢 我会尽我所能的回报 所以说 你现在的意思如何 说实在的 在上言商 我是一个作手 只要是客户点招 我哪有将银子 往外面推得道理 只不过 也没有人会拿自己 口袋里面的银子 来开玩笑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跟崇树康之间 一定有一个不可解的结 对不对 你参加一个人吗 爱过 那么你尝过 你深爱的人 离开你的自慰吗 也尝过 所以说 如果有机会 可以让你重新得回这个人 你愿意吗 放开你 你不惜任何的代价 飘船过海来到香港 摆出阵仗 就是为了要赢得他 你这么做值得吗 我觉得非常值得 因为有时候 这种感觉你没有办法体会 我曾经用过一生的生命 生爱这个男人 当年英国的温莎公爵 只爱美人不爱江山 你的气度 比起她是有过正无疾 我也相信 本世纪在香港这个地方 只要是你有钱 绝对可以买回到你要的爱情 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傻 但是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我才能够得回我所爱的人 说实在的 我也很有兴趣看看 这个男人到底能不能逃得过 你手不下的秦王 不管我的任何一个决定是什么 我都希望你能够找日得回你的爱人 谢谢你 我就不打交你了 我送你 来 玉勒 刚才那一位好像是原氏七爷的接班人方子 你知道吗 没错 没错 他来做什么 他来收买我 而且给的价钱相当的诱人 那你会成全的 坐啊 再上研商反正买了价高者的 那就看最后的比价了 来 对 你看 我 他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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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董事會開會的結果怎麼樣 先坐下,先坐下 別那麼著急 有個王董出國了 明天要早上才能回來 不過你放心了 我這個董事會的主席開了口 多少他們都會賣面子的 等王董回來只不過是禮貌問題了 避免別人講話 爸,明天可是個關鍵 來不來得及啊 當然來得及了 他明天早上就回來 開完會就把錢付給你 還有什麼來不及的 我看從事人你來怎麼不事先通知我 我好去接你啊 你是決定的 董事長在嗎 他出去辦事了不在 你要不要先進去坐坐 好 喝水 謝謝 好 董 董夫人 怎麼了 我想接電話 不小心打翻了茶 那你坐,我來就好 你坐 我坐 走 好 蘇哥 來,董事長 這什麼回事啊 我 董事長,對不起 剛剛我不小心打翻草 來公司做什麼 我想要幫忙 你能幫什麼忙 你還是回去做你董事長夫人 免得影響到我的情緒 你 見到家瑜了沒有 見到了 他已經知道了 我相信他會幫這個忙 那就好 我岳父那邊我也談過了 只要明天資金一到手 全面高價的收購股票 我想 一定可以拿到環圖的控股權 你再去教育所去看看 是 董貝 董貝 謝謝 謝謝 真不好意思 讓你看到我們夫妻之間的樣子 其實做人真的一點意思都沒有 怎麼會 怎麼會 像你擁有這麼一個顯赫的家世 還有一位不錯的丈夫 如果你還不滿足的話 那我想更多人 會覺得活得沒意義 你覺得我過得很好嗎 那要看你對你本身的價值 有些人追求物質上的需求 有些人追求物質上的需求 就算他贏得了全世界 他也不會滿足 有些人卻追求精神上的愉快 只要一小片天空就夠了 不是嗎 我說錯了 不 你說的沒錯 其實我覺得我好笨 連一點小事我都做不好 你一定會笑我的對不對 怎麼會呢 你只是不習慣這緊張的工作而已 只要你接觸了慢慢就會習慣 其實你不用這麼累啊 這是公司的事 由我們這些打工的做就行了 不 其實 我真的很想出來工作 今天世面 我很想跟蔣小姐她們一樣 在社會上工作 不過 舒康她是不會答應的 你笑什麼 我知道 你一定跟舒康一樣 都笑我沒有那個本事對不對 好啦 我有一個美麗的人 你會去當初